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得不说推理类型的节目真的很多 也是这两年最流行的一个题材了 不少新的节目主要也是围绕着推理等等 这几年悬疑推理类型的综艺节目非常受欢迎 比如明星大侦探 逆时大逃脱 蒙探 探探案 奇异剧本沙等 最后的赢家是开展一场实际的连续巨事推理 在实案间后行叫出幕后大boss 该节目由中韩跨国顶级制作班底 强势联合 城市实景全境推理 对于这种新颖的模式 相信观众们也是很期待 网上传出了该节目的嘉宾阵容 看到都有谁的参加后 不得不说节目的收拾是要爆棚的节奏了 最后的赢家已经开始录制了 往上路去曝光一些嘉宾的路透 最后的赢家第一期的节目是古装主题 嘉宾们这回都换上了古装 扮演了古装角色 张哲瀚去到了横店录制节目 在今日对路透中张哲瀚在山河里演唱会后 下一次以古装造型出现在大家面前 张哲瀚是一个古装男神 他的长相气质很适合古装 每一次的古装造型都非常俊朗 当然了这次也是不例外 再次穿上古装的他又心动不已 不得不说张哲瀚很适合古装扮相 在路透的镜头下是帅气的江湖 少年仿佛就像是古时候走出来的侠士 路透照非常的帅气 本次评论说像是古装小说里的男主 张哲瀚一起古装长袍造型 浑身散发着清冷 总偏偏公子少侠风算 加上张哲瀚立体武光和妆容 简直是从先进走出来的美男子 不过横电这个天 穿古装真的不容易 张哲瀚脸上汗流不止 张哲瀚在粉丝的抓拍的镜头中 面容精致 下额线清晰 有着眉清目色的感觉 而他穿着古装长袍在走路的时候 很有霸气感跟侠客气质 他的这一造型像极了一个浪迹天涯的侠客 有那味了 张哲瀚的这古装造型有点像他在如一方飞中的造型 但是又多了一份霞气感 而且在生涂的路透照中 张哲瀚的脸非常的上镜 脸上很瘦弱 没有多余的坠肉 后面也是很完美的 下额线条流畅不突兀 但是更让人惊叹的是张哲瀚此次皮肤状态 在人群中张哲瀚的皮肤也是太白了 近距离的拍摄 也是丝毫没有一点瑕疵 张哲瀚笑起来也是很阳光明媚的 而在张哲瀚的路透曝光后 很多网友都指出这件服装和王一博装衫了 王一博粉丝发出2019年王一博参加活动穿的古装照 也正是张哲瀚这次综艺所穿的同款服装 于是娱乐圈内两家粉丝开始众说纷纭 其实小编觉得在诺大的娱乐圈中 创伤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没必要非得语言攻击另一方 原来王一博和张哲瀚也有合作过的作品 两人感情也没任何不和 倒是两家粉丝各自看不爽对方 要为自家偶像正主 于是各种难听的话开始蔓延评论区 真正为自己偶像好的话 就不该站在这样的立场去骂骂对方 这不是给自家偶像招黑吗 按我说王一博张哲瀚 即使穿同款也各有各的风格特点 各有各的成熟稳重气质 高贵优雅 同一件衣服可以穿出不一样的味道 这不是也让人赏心热目吗 之前王一博拍摄物料时 也是穿了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但是说到撞衫 其实张哲瀚并不知情 而且这件服装是节目组准备的 根本不少张哲瀚工作是准备的 但是两位都是实力演员 也是高人气艺人 两位却是同一件服装 但是却穿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王一博高愣潇洒 张哲瀚俊一霸气 所以都很不错 节目嘉宾还有李一峰 李一峰这段时间一来 其实已经很少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中了 一部革命者的电影 也让很多人感受到了他的变化 多年前的他 也是出演过偶像剧而走红的 一代偶像帅哥 现在这多年过去了 李一峰的气质越来越出众 越来越成熟 当他再次换上了古装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都不同了 时隔多年再次换上了古装 李一峰的形象从青色到成熟 从帅气到淡雅 白衣古装前期十足 又冲着他的这张脸 这个节目就已经有了不少的流量跟热度 不得不承认 李一峰的颜值还是决决字 即便不是个小圈肉 但是这颜值还是让人看愣了 路透照上的李一峰穿着 白色仙气十足的古装 粉丝镜头下的颜值很扛大 不得不说 李一峰的古装扮相真的绝 随便一套服饰 就已经帅气十足 在节目中的扮相更是仙气十足 看到仙气十足的扮相 估计会圈不少的粉丝 他的侧脸的颜值就非常高 看着这些 路透等不及想要看 李一峰在节目里的表现了 参加推理类型的节目 一定会有很多观众去看节目 多人镜头下 李一峰的颜值很能打 从曝光的路透照中 李一峰一起古装白衣 纤细飘飘 自从2016年青云制播完以后 李一峰就再也没有 接拍过古装剧 难怪粉丝直呼 梦回张小凡 李一峰加盟了这一综艺 真的太让人惊喜了 李一峰出道多年来 一直很少上综艺 更别说有常驻的综艺节目了 所以这次应该是他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户外综艺 所以粉丝非常期待 他在节目中的表现 除了李一峰和张哲瀚之外 其他几位嘉宾的古装造型 也陆续曝光 环小彤身穿粉色古装长裙 青春可爱 秦娇贤 一起白衣 妥妥的古装贵公子 最后的赢家 还有唐九州的加盟 演员对古装的驾驭 一直以来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没想到的是 从青春有你三的节目中 走红的男孩唐九州 换上了古装的打扮后 又是一种很华丽 很奢华的味道 他的身上穿着古装 脸上还戴着一个 很有复古气质的眼镜 这张白白嫩嫩的脸蛋 瞬间就清瘦了起来 光是看路透都忍不住沉沦了 都说唐九州的颜值很过关 但是节目热播的时候 也有不少观众 特别喜欢他奶奶的模样 到底还是年轻 唐九州的身上 有一种很显然的少年体系 偶像男孩形象十足 这种感觉跟张哲瀚 那种隔着屏幕 都可以感受到的少年气息 真心太过拒绝子 看着都能心动 这颜值过关 古装打扮还这么 清新脱俗的唐九州 不少网友也都心动了 本来现代装的时候 就很好看了 没想到唐九州的古装 还这么有味道 看来之后的赢家 还是下了大学本了呀 当初选修节目终止 唐九州也没有成传出道 后来也淡出了 大家的视野一段时间 现在这个男孩 参加了综艺节目的录制 相信也一定会再次成为 大家关注的焦点 这位明星也有着很高的人气 她的国风古装造型 风度翩翩 带着金丝眼睛 也好搭 路透上的古装扮相 好看是阳光帅气的 世家公司模样 这些嘉宾的古装扮相 真的觉得 没有精修和美颜下的颜值 依旧非常扛打 最后的赢家 嘉宾阵容中 最受关注的 当然是李一峰和张哲瀚 两位一个老牌顶流 一个精进 流量自然能给 节目带来关注和人气 路透土一出 张哲瀚古装造型 和李一峰古装高马尾造型 就上了热搜 李一峰白衣造型 又鲜又洒 峰回清云至张哲瀚一身 黑衣潇洒又行 这两位的古装造型一出 粉丝就更期待节目成天了 这样看下来的话 这一最后的赢家的综艺 可是很强大了 请来了如此多的人气嘉宾 张哲瀚还有两部带播剧 要开播 其中一部就是 复古神探要播出了 这是一部悬疑题材的作品 讲述的就是90后的警察男主 在执行任务的时期里 成为了植物人 等待了足足20年的时间后 才恢复了意识 面对周边陌生的环境 他十分的害怕 好在的就是身边一直有着老搭档 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在搭档的陪伴下 两人一同正负了20年前的 一桩奇怪案件 这部作品的题材是很不错的 在市场里也相当的具备竞争力 而且还是双男主的人物设定 张哲瀚改变了以往的形象 这一次挑战了新的角色 就此也让观众们表示十分的期待 从目前的装扮上来看 应该作品的反响程度是很高的 这部作品也已经被确定 是在9月份订的 还有一部是古装剧《潮歌》 该剧由张哲瀚 五几年担任男女主 已经改名《孟回昭歌》 定档在2021年 也就是今年了 不少网友都表示期待 这部剧终于定档了 积压五年 配角都成当后明星 该剧以上周时期为背景 主要讲述 西伯侯之子激发的传奇一生 该剧在2016年便已杀青 当时张哲瀚 吴景岩的人气远不如现在 如今五年的时间已过 这部久违的《孟回昭歌》 终于盯档了 作为男女主的张哲瀚 与吴景岩 经过五年的大拼 已经在影视剧里 已经有了 《理定的人气》 《演戏攻略》 《云西传》 《山回令》的相继播出 当张哲瀚与吴景岩 收获了不少的人气和流量 在《孟回昭歌》拍摄的时候 无论是作为男主的张哲瀚 还是作为女主的吴景岩 他们的人气都不是很高 只能算是普通的小演员 没想到时隔五年之后 男女主的人气 均一远非当时可比了 本期结束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还想知道 关于张哲瀚的其他消息 就快来评论区中留言